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你们好 是的 没有错 就是我 就是我 就是我曾经 姚明请 对 今天呢 我是外场主持人 然后要带你们来看你们的小姐姐们 在休息室会做些什么事情 没喝水了 喝个水了 喝水了呗 喝水 刚刚这一位就是神经病 你都进来了 采访一下 来 采访一下 你都进来了 采访一下 来 今天你来做什么的 我今天是来收拾杨玉琴小姐的 好 来 那个门在那 喝水了 好了 认真点 我们这个是很认真的一个节目好吗 真的很认真 对 好 好 之前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我们不是都没有手机吗 然后你拿到手机的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 我先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报了个平安 我感觉我失踪了好久 那你妈 你妈有来看你比赛吗 你说决赛 对 有什么感想想对妈妈说的吗 因为妈妈肯定会在看这个采访 就是其实我刚开始 就是哪怕是对我家里人都从来不会表达爱意 这种东西 但是我心里就是 有一种冲动 一直想说 但是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 然后呢 我记得就是黄渤老师来了那次 嗯 然后他就是 刚好就是给了我一个机会 可以对着摄像头跟我爸妈说话 然后 当我出了节目之后 我给我妈妈打电话 我妈就说她有看那一期节目 然后就说 真的就是还挺感动的 完美 完美 我觉得吧 这个主持人 看看 这边姐姐都是要到的 我想看摄像头到时候 我们 来说说比完赛之后的心情 比完赛之后的心情就是 可能还没反应过来 就需要慢慢再适应一下 所以现在在这个团呆的还好吗 跟大家的相处如何 跟大家相处的话 一般来说都还挺好的 因为我不是属于那种 会很 就很讨厌尴尬的那种气氛 对 所以喜欢就是跟每个人都和平相处 嗯哼 跟谁睡同一间 我跟鸭米 鸭米 是的 那你跟鸭米 你跟鸭米就是在一起的时候 都会聊些什么话题 嗯 嗯 来鸭米 来鸭米 来鸭米跟哪儿 鸭米来一下 鸭米呢 鸭米太酷了都不想你 没有 我说你们两个在一起嘛 就是住在一起嘛 就是 当下你们都会聊什么 聊你的坏话 谁 你呢 我今天是主持人 桑桑 对 她有个哥叫桑妮 对 她有个妹妹 我有个妹妹叫桑妮 对对对 我们就会聊桑妮的坏话 那么不喜欢她 对 为什么 因为她太活了 因为她太活了 我真的 我觉得我妹妹会被骂的 没有 没有 所以你们两个在 你们不是就是从宿舍 从比赛到就是成团 你们都住在一起 有什么改变嘛 就在这两个地方 改变就是换了一个地方住啊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已经彼此习惯了大家的生活习惯 所以我们住在一起会比较有默契 对 就是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然后 现在她在想什么 看一看 好好说 好好说 来 圆脸和方脸的男生你喜欢什么样的 啊 就两个都不要 我给她 方脸的话我给她去一下 圆脸的话我给她转一下 所以你比较喜欢的是什么脸 正常脸 正常脸是什么脸呢 就是长的 瓜子脸吗 也不要瓜子吧 就是正常的 凸型 凸型 对 凸型是什么 对 就是五官很凸这样出来是吗 对对对对 跟恐龙这样的感觉 不不不不不不像恐龙 就是差不多 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就好 那谁没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 就是好看的就行 就好看就行 因为其实你一直以来都是在偶像这个圈子里嘛 那现在出道 没错就是 对那现在又 以新的团出道之后 你 觉得有什么样的改变和变化吗 在之前跟现在 呃 比之前更有自信了 或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然后呢 也想就是让大家 知道不一样的悬疑 嗯 对 你像什么样的男生类型 就长得跟你一样帅的 OK我被打死这样 你不可以欺负呗 好 没有 我给你一个形象好了 然后让你选择 就是 圆脸的 方脸的 瓜子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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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睛大眼睛小 大 个子高皮肤白 刘海 刘海 刘海要有一点 能有痘痘吗 不能 好 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一个表情包 我想 我的表情包 太多了 我觉得都挺好玩的 就是那个敲敲墙的 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话 但是不能说感谢感恩 这两个字 最想说的是什么 除了谢谢跟感恩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怎么 你都不嫌多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怎么爱你 你都不嫌多 你都不嫌多 这么什么 这么什么都不嫌多 这么爱你 你不是说不能不说爱吗 我是说感恩跟谢谢不能说 好 这么爱你 都不嫌多 所以这是你想要对粉丝说的吗 对 你是我的小苹果 对 比完赛了有什么样的感觉 现在吗 嗯 就是 呃 就是 嗯 感觉 轻松 就是在比赛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 比较 对比较 每天都紧张 对 然后 压力也是很大 但现在 感觉就是轻松多了 那你第一 你是不是第一次离开家乡 这么久 是的 那有 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就是离开家了以后自己来 这里打拼 超想家呀 走 我们一起回去吧 打拨 现在吗 来 走吧 走 因为就是我相信有很多 我们的泰国粉丝都在支持我们两个 所以我们决定要用泰文来访问 你来要找我感觉 谢谢 在台南 OK 我说你来讲 来讲 在台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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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 与大家 在台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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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我一直在台湾 是 很不离 对 那么 我一直想可 例如初期 授 ile我找到你 早就去找一位 小时候我看一下 留意证非常好 Would you really love me ? Like 5年已 我觉得还有一位 你不认为谢谢 你也 króta со�完 谁是跟我周大 你还 voy опыт foreign 却在台语 老母 因为 你也挺 потому 室伤 真的 你 我们刚刚说的呢就是来比赛 然后呢有想要展现什么东西给粉丝看 跟就是问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粉丝都有知道 那有什么想要对粉丝说的 这就是大概 然后要翻译的话请打电话问我 我再一个一个帮你们慢慢翻译 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我再慢慢给你们一个一个翻译 有刘海的男人跟没刘海的男人 1 2 3 没有刘海 OK 尴尬 好 下一个 刮子脸跟圆脸的男人 3 2 1 肩 那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找男朋友的话 你要长得帅的没有钱 但是没有钱跟 你就是问过这个 长得不帅的 但非常有钱 我两个都不要可以吗 单身 只能选一个 真的真的选一个 单身 这个怎么回答都不太好 万一他们觉得自己很帅 或者觉得自己很不帅 就是他们宁愿不要男人 一个人生活 就是这种感觉好不好 说一下 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但不能说感恩感谢这两个词 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不要再大老远的 就是对 就是要跑去哪里吃东西 吃点什么 抓之类的 不要再跑去 太远了 然后还有就是好好吃饭 对 嗯 其实我没有减肥 但是他就是在瘦嘛 我也没有办法啦 他能快点给大家买吃的 不是 我真的没有减肥 对吧 对 因为他跟着你们吃那么多 是 但是他就是要瘦 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你们也不用心疼 嗯 所以你想要再做一点 就有的时候他们觉得 心疼心疼 我都觉得哎呀 怎么那么可怜啊 这个人 就这样子 但你脸还是 很圆 很圆 这样吗 OK 我没说 我没说哦